都互相尊重 这个街道以前是很乱 啰嗦很多 现在街道很整洁 那是我们 我们这个中心的老师 常常排着队 一起到街上去接啰嗦 就是用感话 让他们当地的人看到之后 不好意思再丢啰嗦 所以说 这个很有效果 所以很多人到那边去看到 都受了感动 所以这是让他 让你的太太 让你的母亲 多听听弟子规 多看看 汤匙这些居民 学习弟子规的变化 他会受感动 这个 扩堂里教学 还要有设计 有表演 这个汤匙镇居民跟老师 一起都在那里表演 所以收效果很大 第一下一个问题 他在旅行当中 遇到同修 勤教师父 一切如来 心 秘密 全身色列 宝切印 陀罗尼 是何意思 这个好像是 密宗里面 是一部经的名称 还是他们修行的一个法门 所以这个事情 你要是想了解它呢 你请这个密宗的上司 请他们来给你解释 这样就好 叉叉大藏经 这个是 好像是一本 这个经本的名称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 师父说 道场不如法 就把它交给阿弥陀佛 什么都别理 因如何交给阿弥陀佛 师父自己负责的知识 都不需管理 交给阿弥陀佛 是求佛加持 求佛加持 自己对道场 对道场里面知识 要有最大的耐心 一心为护持正法 所以道场为什么会出生问题呢 当然最好 不要高道出 高道场不是容易死去 非常困难 你看现在是一个家庭 家庭人不多 夫妻不合 父子不合 兄弟不合 找到那么多烦恼 那道场人比家的人多 各个方面来的 谁跟谁合目 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 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 你要怎么能调活呢 除弟子规没有第二个办法 带头 学习弟子规 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 在这么多年当中 出家 上迷律义 做不到 在家 十三一道 做不到 这就没有佛法了 在家学佛基本的条件 就是十三一道 十三一道 没做到 你不是佛弟子 沙米利 一做不到 你不是出家弟子 不是出家弟子 冒充出家弟子 就有罪过 这个罪过的时候 罪不小 破坏佛教形象 那么这个结罪 就是阿比利约 在家的佛弟子 你受了三规五戒 你十三一道 走到 那也是假的 不是这一点 就今天佛教这么帅 原因在此地 为什么从前 这个佛门 几千人住在一起 都没有事情 非常有规矩 我们在历史上记载 就看到朱喜 去参观一个寺庙 正在吃饭的时候 过堂的时候 一千多人 他走在那个斋堂里面 不知道里头有人 结果一看 非常惊讶 他是儒家三代之礼 没有想到 在佛门里 一千多人吃饭 没有声音的 我说有规矩 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不得 没有办法 才要砸根 这些经论太高了 大家听了很欢喜 从哪里做起 从根本做起 根本就是十三业道 十三业道 为什么做不到 那就是我们从小 能力道德的教育 俗乎了 所以十三业道走不出来 这才不得已 找儒家的根 找儒家的根 弟子贵 所以中国主要晓得三教都有根 儒的根是弟子贵 讲做人的道理 孝勤尊师 道教的根 是感应品 太上感应品是道教的根 佛教的根 是十三业道 我们今天要学习 很认真 把这三样东西落实 我们就有根了 然后无论是你 学儒 学佛 学道 你都会有成就 你要没有根 那怎么信 你那个根没有 念佛都不能往生 这个要懂得了 你再仔细看看 念佛往生的人 有个润相 很好的 仔细打听 他日常生活 弟子贵 一条一条 他真的做到了 他虽然没学 但他做到了 那真正是个善人 这个不能不懂 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这样做法 如果自己体力摔了 或者劳碌过度了 我们求佛菩萨 求佛菩萨送人来 借 cruise 我们就是这道场 提升 这个叫 教个阿弥陀佛 来 称称恳恳地求 阿弥陀佛会送人来 来接管你的道场 所以你自己如果不从根本上修 就不会有感应 那不是阿弥陀佛派人来 是邪门外道派人来 你这个道场就会毁掉了 那就要真正造罪业了 自己带头 砸下这三个梗 儒家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道教是英国教育 太上感应篇英国讲的很多 英国教育 佛家是智慧的教育 你能够在这上下功夫 伦理道德英国智慧 你怎么会不成就 你怎么会不能感动 佛菩萨能感动佛菩萨 你就能感动一切大众 让大家都能够都很乐意的跟你学习 所以管理一个道场 要常常反省 改正自己的毛病 时时刻刻要给大众做最好的 使用不成功的